一位68岁女性近两个月来总感觉很疲倦 出门不久就想回家休息 遇到生活琐事也是倍感烦躁 平常做的运动现在也力不从心 经过就诊才发现肾上腺皮脂醇及DHEA明显偏低 门诊一时发现这跟患者长期累积的压力有关 当肾上腺荷尔蒙持续升高 会对人体造成许多伤害 就像是橡皮筋拉久了也会疲乏 第一位是这个68岁的女性 她在最近两个月一直感觉就是很疲倦 那她就说她只要一出门就觉得很累 一出门就想赶快回家休息 那这个就是她描述的很具体 那有时候碰到一些小事情 生活上小时就很烦躁 那之前可以做的运动 也都感觉力不从心 那这个后来我们帮她做一些荷尔蒙的检查 发现她是很严重的 肾上腺荷尔蒙的不足 那这个 这个进一步的分析啊 发现她是因为脑下垂体 有一个病灶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叫做刺发性的肾上腺功能不足 因为脑下垂体出了问题 她没有办法指挥她下游的肾上腺来做 这个 没有办法靠一般的休息啊 睡眠 来恢复的 那这种是一种很典型的 的一个就是医学诊断 身上腺功能不全 那第二个个案是一个52岁的女性 那她一样感觉是上班的时候感觉就是很辛苦 常常头晕烦躁心力焦脆 那她因为她自己觉得她从以前 就是个性应该是比较乐观 应该是没有所谓忧郁症相关的情况 所以她就安排一个健康检查 那在健康检查里面 我们也有做这个 这个身上腺荷尔蒙的分析 那测出来的话 她是身上腺的荷尔蒙 确实是明显的偏低 那其他的检查大致正常 那 那 那 因为她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 并不是说典型的 像前一个案例是 这种肾上腺功能 就 几乎完全丧失 那她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肾上腺的运作 不过就是 有所谓的 身上腺疲劳 这样的一个现象 身上腺皮脂唇又成为压力荷尔蒙 用来帮助人体应对生理或心理重大事件 不过一直处于高压状态未缓解 最终导致皮脂唇与DHEA浩劫 就会开始疲倦心理交瘁 做什么事都力不从心 很多这种 就是说 她这个压力期 如果是超过一个程度 比如有些人她可能是 两年三年这样的一个 长期的一个工作压力 那到时候 到这个时候她 也许她过去个性是 比较开朗 但是 也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么长期的压力 她 在我们做这个肾上腺荷尔蒙的分析的时候 就会很清楚看到 她荷尔蒙出现了变化 她已经进入一个所谓 肾上腺比较浩劫的阶段 她的身体已经制造不出这些压力荷尔蒙 可以让她应付生活的一些事情 所以她可能做一些小事 就会感觉很烦躁 可能坐不住心力交瘁的感觉 那这种就是一种肾上腺荷尔蒙浩劫的一个现象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说 她是已经是到了所谓的接近崩溃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 这个当然她可能进一步 有一些像我们刚刚提到 也许本来比较乐观 又变得比较沉闷很忧郁 那这种时候也许会 会进入所谓身心科的领域 但是通常来讲 她这个如果说经过适当的调试 或者是一点很补充 她是会恢复的 因为她并不是说一个 好像一个永久性的病变在里面 所以跟一些 因为刚刚提到脑下垂体的疾病 这些所造成的还是不太一样 其实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求助身心科 但也许透过简单的抽血检查 就能发现 P止醇与DHEA是否一样 透过补充肾上腺糖P止素 和盐P止素及DHEA 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身心状态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道